表妹 找我吗 什么事儿呀 你们两个去财务领一下工资 娜总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没什么意思 你们两个被开除了 表妹 你没搞错吧 干了你这么多年了 凭什么开除 凭什么 你们两个不清楚吗 表妹 你找我呀 咱们公司李志的母亲生病了 这里呢 是五万块钱 是公司对她的补助 你一定要亲自交到她的手里 好的 表妹 还有 你再去买一些水果 替我去看望一下她的母亲 好的 交给我吧 小谷 没下班了 咱们公司那个李志她母亲不是生病了吗 这个呀 是我表妹 娜总 给她的两万补助 你安动一下 两万 对 就两万 你另外再给买点水果 看望一下去 李志 听说你母亲生病了 娜总呢 给你准备了两千块钱 你拿着 顺便给你母亲玩点水果 谢谢娜总 谢谢顾主管 没事 好好工作就行了 加油 娜总 我明天就要回老家给我母亲治病了 那祝你母亲早日康复 等你母亲病好了 你再回来公司工作 谢谢你啊 娜总 公司补助的两千块钱我已经收到了 收到就好 你刚才说多少 两千啊 行 我知道了 你先回去吧 谢谢娜总 五万块钱 被你们层层苛扣成了两千块钱 你们的良心呢 啊 平时你仗着亲戚的名义 在公司嚣张跋扣也就算了 可是这一次呢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你们俩的胆子也太大了吧 今天 我不管谁给你们求情 我都要开除你们 不准你们再踏入公司半步 还有 把你们苛扣的钱都给我补回来 我 我们出去 快去点 你看什么看 你 去快点 哎 大姐 你没看见我们都在排队吗 你为什么要插队啊 你也应该排队的 哎哎哎 你不要说话 你最怕什么味啊 初来上班都不知道刷牙的吗 对了 你刚刚管谁叫大姐呢 你是新来的吧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不管你是谁 但是总得讲一个先来后到吧 你行 我记住你了 你给我等着 女儿 得罪她干嘛呀 她很厉害呢 是咱们刚来的经理啊 噓 就是就是 你要得罪了她 以后你的日子可不好过了 哎 你是新来的吧 这个位置是你坐的吗 哦 对了 我们公司呀 有个规定 新来的 必须给我转两千块钱 谁规定的 当然是我规定的啦 我是经理 我说了算 快 赶紧给我转 老板 有一份文件 需要您签一下字 好 他 他是老板 对啊 给 老板 那我先出去了啊 哎 你等一下 老板 不好意思啊 我刚从分公司调过来没两天 我不知道是您啊 刚才呀 都是误会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就不要跟我计较了 误会 刚才在公司食堂插队也是误会 欺负公司的员工也是误会吗 像你这么没有人品的 根本不配在我们公司 出去 你是绑架的人 你帮了我的魂 困在其中 却找不到指纹 少辉 哎 女士 你找谁啊 这是我前夫公司 你说我找谁啊 一点眼离这儿都没有 没有 小苏 你先下去吧 好的老板 咱们都离婚这么多年了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给我点钱 我有急用 你要多少钱 也不多 就三十万吧 三十万 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哎 你们离婚都这么多年了 凭什么来找我们见钱啊 你给我闭嘴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少辉 我就问你 今天这个钱 你到底借还是不借 我是真的没有钱 最近公司遇到点困难 这个月员工的工资还没有发 要不这样吧 这里有三万 你先拿去应用机 哎 你把钱都给了他 你拿什么给我买名牌包包和衣服啊 这钱你就拿着吧 五万块钱 你打发要饭的 真的呢 我还以为 你会看在孩子的份上帮助我 没想到 是我高估你了 从此以后 我们之间 再无任何的关系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还有这个包 是你之前送给我的 现在 我把它还给你 匆匆 像一阵风 我多想 灰灰 亲爱的 你手头方便吗 能不能借我点钱 我周转一下 我哪有钱啊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啊 哎 哦 对了 你这呀 都破产了 以后就不要联系了啊 拜拜 老板 这可怎么办呀 你别管了 你先去忙吧 好的老板 停 停 停 少辉 其实我早就知道 你的公司出事了 我太了解你的性格 如果是用这种方式 你是不会接受的 这张卡里有两百万 密码是孩子的生日 卡里的钱 是当初离婚的时候 你给我的 你先拿去印一集 我相信你 一定会挺过去的 虽然爱遗远 但情却在 我还是希望你过得好 孩子也懂事了 我不用担心 他学习很好 也很听话 他经常对我说 他想爸爸 你要是有时间的话 你就回来看看他吧 上空 说是没在一起哭的冲动 是什么 让你放开我的手 哦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